- 嗨,歡迎來到日常作用的Podcast頻道,我是Yume - 我是Sora 我們在節目中以台灣人的角度分享我們蒐集而來的各種日本最新話題和歷史故事 也歡迎各位語音導覽各種日本的絕美風景與特色美食 現在跟著我們的聲音一起發覺日本跟蹤魅力吧! 好啦,這集節目上架的時間應該會在差不多是國慶連假的期間 那不知道大家在國慶日的時候都會去做什麼樣的活動 因為一般來講可能過年的時候我們會去跨年啊 然後中秋節可能會去烤肉啊 那很多人的國慶日的活動都會去看國慶日的煙火表演 今天呢最主要想跟大家分享日本的花火也就是煙火相關的知識 其實不只是台灣的國慶煙火啦 日本在夏天到秋天這段時間呢 都會有一些祭典或者是特別的花火大會 很多人都會在這個時候去看煙火 所以說到花火的歷史的話呢 是在西元1127年左右的中國被發明出來的 大概是南宋時期 那日本最一開始是什麼時候有花火大會這樣的表演呢? 據說是在1613年那個時候是江戶時代 德川家康在招待來自英國的大使的時候呢 所表演的花火呢 據說是日本最一開始有文字記載的花火大會的表演 嗯 那那之後呢在大阪之鎮的時候 封城家就徹底被德川家打敗了 那當時的德川家康呢 讓那些在戰爭時期大部分都是在做鐵砲的那些火藥職人 就可以可以轉職成為可以做花火的工匠 嗯 在那之後呢花火就開始在日本變得比較普及 尤其是在江戶也就是東京的附近非常的有人氣 當時使用的花火呢跟我們想像中呢 現在那種大型的高空煙火比較不一樣 通常是一些比較小型的煙火 一般平民百姓都會拿來放的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呢就很常玩到發生火災 最後還曾經有一度出現了花火禁止令 這樣子的法律來禁止人民玩煙火 以避免發生火災 嗯 那我們現在要看到那種日本很大型的花火大會的歷史呢 可以追溯到西元1733年 那時候的日本因為饥荒還有疫病的關係 所以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很多的傷亡 那為了要哀悼這些死者 還有他們當時認為說 這些饥荒跟疾病都很有可能是因為有惡靈在作怪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舉辦了祭典想要來驱逐這些惡靈 就是在東京那邊的于天川所舉辦的水神祭 嗯 那在水神祭的時候呢 放上去的這種高空的大型的煙火呢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吊念這些死亡的人 也就成為現在的花火大會的雛形了 嗯 那為什麼花火會在江戶那個地方特別的流行呢 是因為當時的江戶的人們都非常喜歡華麗的東西 在很炎熱的夏天的時候 在河川邊 然後你可以吹著夜風一邊欣賞煙火 非常悠閒然後可以在河邊納涼的這種風情呢 就變成日本夏季特殊的風景 嗯 那剛剛我們提到說花火大會的歷史要追溯到江戶時代 水神祭 雖然也有煙火 但是並沒有像現在我們想像中的這種高空煙火 這麼的華麗 那時候的煙火 比較像是所謂的狼煙那樣子的煙火 就是主要是放煙而不是放火 對 所以呢 比較沒有那麼在夜裡面看起來那麼漂亮 甚至有些煙火呢 它在晚上可能也看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就算是這樣子 當時就已經是很珍貴很稀有的活動 嗯 那在江戶初期的花火大會呢 據說都是由兩家花火業者做的 這兩家店呢 分別叫做 建屋 還有另外一間叫做 玉屋 所做出來的 當時的花火大會呢 就是由這兩間花火店的花火輪流施放的 所以在大家看到花火的時候呢 就會喊一下這個花火店的名字 比如說 Kagiya或者是Tamaya 好像就在幫這些花火的店喝彩一樣的感覺 嗯 有點助性的感覺了 嗯 尤其是你覺得說 啊這個花火特別漂亮 哇好棒喔 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去喊這個花火店的店名 這兩間裡面誰比較有名呢 據說是玉屋比較有名 就是Tamaya這個名字 但是在我們找到的資料裡面的玉屋呢 它在創業30年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個很大很大的火災 店就這麼倒閉了 好短喔 才三四年 對啊 可是已經留下了很深刻的歷史了 雖然說這個玉屋製作花火的歷史 並沒有很久啊 但是他們做的花火真的很有名 所以呢 據說到現在 日本在看煙火的時候 也會大喊Tamaya 來表示這個煙火是非常漂亮的 嗯 所以如果有機會到東京看花火的時候呢 也可以像是江戶當時的風格一樣 跟著當地人一起喊看看Tamaya 或者是Kagiya這樣 說不定也會感覺到當時那種很熱鬧的感覺 嗯 剛剛有提到說 以前的花火其實不像是現在這個樣子 所以說能夠把煙火演進成現在我們認識的 這種高空煙火很漂亮的這種風格呢 很多都是靠日本的花火職人努力的結果 嗯 在江戶時代 花火只會出現一個單一的顏色 就是橘色 直到明治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紅色或者是藍色 然後到了現在呢 除了這些基本的顏色以外 可能還會有一些黃色啊 淡藍色啊 或者粉紅色等等這些中間色 總共呢 現在可以表現出11個顏色以上 嗯 其實還蠻多的耶 對啊 因為其實它是用一些化學的方式去調製的 所以能夠表現出這麼多顏色 而且這些顏色還要在晚上 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明顯到讓大家看到這麼多不同的顏色 其實是蠻厲害的 嗯 除了顏色以外呢 它整個形狀呢 也從以前像是狼烟那樣子 幾乎沒有什麼花火的感覺 到現在呢 真的是綻放出一朵花一樣這樣子的形狀 大小呢也是越來越大 形狀從以前的同心圓 現在還可以出現很多複雜造型的花火 不知道大家在以前的花火大會 或就是台灣的國際煙火上面 有沒有看過一些 比如說打出來就是像字體啊 或者是像是動物的圖案那樣子 形狀很複雜的花火 嗯 好像有看過像笑臉之類的 對啊 那些都是在花火之人的努力研究之下 才發展出來的新型的花火 嗯 那在日本啊 他們除了講究這些技術 也就是有很多顏色 很多形狀 越來越大 越來越絢麗的花火以外呢 他們還會在施放花火的過程當中 去設計出一些特別的主題 或者是順序性 讓整個花火表演看起來更有故事性 所以對於日本來講 花火就是一門藝術 真的耶 就看過他們的花火大會的話 會覺得不是單單只是在看煙火而已 感覺好像還有一些主題啊 或者是有一些技術的展現 對啊 甚至會配合音樂啦 所以看起來就會很像是很順利的 這種音樂煙火秀 嗯 那接下來呢 我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具體來說 花火大概會有一些什麼樣的構造 還有一些關於它的大小的相關基礎知識 嗯 在日本的花火業界呢 他們通常會把一個煙火也就是花火分成幾個不同的部分 首先是由最堅固最耐用的外面的這一層紙 所貼合出來的花火蛋的皮 也就是外殼 他們會叫它玉皮 然後再來呢 中間的蛋藥 也就是那些煙火的部分的火藥呢 他們會叫它星 也就是星星的意思 嗯 這個煙火球的外殼 通常會像是兩個半圓形的大碗 然後在這中間呢 他們就會放入各種不同的火藥 不同的設計呈現出不同的花火種類 也就是說根據它裡面的火藥 就是星的種類的編排方式呢 就可以決定出這個花火綻放之後 所呈現出來的完全不同的效果 嗯 那在它的火藥部分呢 由這個花火蛋中心的星開始往外 先放會發出藍色的光的火藥 然後再放會發出紅色的光的火藥 再放會發出銀色的光的火藥 然後構築出這樣能夠放出圈狀的煙火 就是一般花火最基本的樣子 嗯 除此之外呢 為了能夠讓煙火達到各種不同的心態呢 他們還會特別設計 專門用來燒破這個煙火蛋的外皮用的火藥 或者是說專門用來點火用的導火線等等 嗯 除此之外呀 還有一些比較大的煙火蛋 它會在釋放的過程當中 特別去設計像是尾巴一樣 那種小小的跟在後面的煙火 你就可以看到 它在放煙火的過程當中 會發出咻這樣子的聲音 這些煙火呢 就是特別用來在釋放的時候 釋放出這種聲光效果的火藥 嗯 所以原來我們常看到那個咻 蹦的那個咻跟蹦 並不是同一顆的感覺 嗯 有時候它會特別為了製造出光線 或者是音效 而去設計這些煙火的內容 嗯 整個火火蛋的大小呢 通常來講 從直徑7.5公分的2.5號球 到直徑30公分的10號球 還有更大的都有 比較常見的大概就是 3號球跟5號球 然後其中呢 像剛剛我們提到的10號球 因為它一顆就有30公分這麼大 30公分也就是一尺嘛 所以呢 很大的煙火 有些人就會叫它尺 就是一尺的煙火 嗯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找到的關於日本 他們在界定我們看到的花火 它是什麼樣的分類的時候呢 都會用三個不同的分類 來分這三種不同的煙火 基本的三種分類呢 就是 歌物 還有半歌物 或者叫小歌物 這邊的歌是切歌的歌 然後還有一種叫裂開物 我們把它翻譯成裂開物啦 但它的日文原文是ポカモノ 這三種不同的種類 各自都會有不同的特徵 所以說如果我們大概記得這樣的種類的話 或許之後在看煙火的時候呢 會有更多的樂趣 嗯 首先第一個要介紹的呢 就是歌物 割物呢 就是藉由引爆了 花火彈最外層的這個外皮之後 綻放出來的顏色跟煙 然後飛到空中去 在空中綻放的 這樣子的一種煙火的形態 嗯 這樣的花火呢 它只要點火之後 所有的火藥它都會開始發光 一邊往四面八方散開 所以就可以在夜空中看到很漂亮的一個 發光的圈狀的煙火 那因為這樣的歌物煙火呢 它會讓它的煙火彈很漂亮的 往四面八方散開嘛 就覺得這個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一種煙火 也是日本比較傳統型的煙火的基本形態 應該就是我們印象中 最典型的煙火的樣子吧 嗯 所以其實就算它是歌物 就是這個比較籠統的分類裡面 它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比如說像是有一種歌物 它就叫做菊 也就是菊花的意思 它是日本傳統的煙火的一種 那它這個火要爆出來的光 會稍微有一點尾巴 就比較長一點 像是線條狀的感覺 最後還會有點垂下來 整個放射狀的這種姿態呢 就很像菊花的感覺 所以呢 它又被叫做菊花火 有些花火呢 在經過眼鏡之後 它的花瓣的最外圍 還會稍微有點變色 這個就叫做變化菊 聽起來好專業啊 對啊 一般我們在欣賞煙火的時候 才不會想到它的名字 不過今天聽完這集節目 或是我們自己想像完這個畫面之後 看到煙火就覺得 啊 這是菊花 對不對 嗯 所以像除了菊花之外呢 還有牡丹 牡丹 它也是這種歌物煙火的其中一種 牡丹的特點呢 跟菊花比起來 就是剛剛的菊花煙火 它是會有線狀的這種顏色 牡丹的話 基本上是點狀的 那它的每一個光點呢 都是非常的亮 而且非常的鮮艷 嗯 那為什麼牡丹這種種類的煙火 可以這麼的亮呢 據說是它在火藥裡面 加入了鎂這樣子的化學成分 所以它一旦炸開之後 它就會特別的明亮 也有人把這樣的煙火種類呢 就叫做鑽石 因為它就像是夜空中 綻放的鑽石一樣 所以這樣子的花火呢 雖然它沒有長長很漂亮的線 可是它在晚上呢 非常的明亮的關係 所以呢 它在夜空中就會非常的搶眼 所以對我們視覺 會有很大的震撼效果 嗯 除此之外呢 一樣是割物的煙火 還有一種叫做灌 還有叫做灌菊 灌形的煙火呢 它最主要的特點就是 它的火藥會燃燒比較長久 它就會綻放出 比較特殊形狀的花火 然後它綻放出來 這種很大一圈的花瓣呢 它會一邊擴大 然後一邊往地面上流 甚至流到幾乎靠近到地面 這樣是它的最主要特征 就是因為它的花火燃燒時間夠長 所以它才能夠構築出 這樣比較長的光線 有點像是普攻陰 然後它的毛比較長一點的感覺 但是為什麼它會叫灌這個名字呢 在日本灌這個字 Kamuro這個陰呢 就是禿頭的意思 就是河豚的頭上面禿禿的 以前有個時代 他們把禿頭叫做Kamuro 那為什麼這個煙火會叫做禿頭呢 是因為它在爆炸的時候呢 不像是其他煙火一樣 中心點就很亮 它是爆炸之後 往外噴射的過程當中 一直到地面上 都是持續燃燒的 但是中心點呢 相對來講 就比較凸一點 就很像頭頂比較凸的感覺 所以就把它們取名 叫做冠 也就是Kamuro這樣的名字了 嗯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 最後一個歌型的煙火呢 是形物 形是形狀的意思 形狀物的意思 那它就是利用點或者是線 這樣子的光線呢 去製造出一些特別的圖案 比如說像是蝴蝶啊 或者是土星啊 或者是一些特殊形狀的花火 例如像是剛剛Sara提到的 笑臉形狀的花火呢 就是屬於這種形物的花火 形物的花火呢 事實上也是用歌物的花火 它去做應用變化出來的 其實近年來呢 會讓大家很震驚的 就是這個形物的花火 因為它們開始 展現出各種高牆的記憶 比如說它呈現出來的樣子呢 已經不再是一個平面上 只用點跟線連接出來的形狀 雖然煙火的確都是用點跟線構成的 但是近年來這種形物煙火 它甚至會有立體型的形狀 或者是可以在上面寫文字 嗯 聽起來真的很厲害 嗯 所以因為有這樣形物的煙火出現呢 所以煙火的表演 就可以變得有更多豐富的表現方式 不過有一個蠻可惜的點 就是形物的煙火 它其實是有觀賞角度的 大家都知道高空煙火 可能從很多地方 從很遠就可以看得到 可是因為形物的煙火 它綻放出來的樣子 立體型的形狀呢 或者是它呈現出來的最好的角度 事實上是一個光線的平面啦 所以說根據你看的角度不一樣 你很有可能會沒辦法看得出來 它想展現出來的煙火 是什麼樣的樣子 比如說它正常打出來是一個愛心型的 或者是一個微笑形狀的煙火 那你從正面看是微笑型或愛心型的 可是你從別的角度看起來呢 可能就看不出來它想表達出來的那個形狀 嗯 那接下來介紹的煙火種類呢 是半歌物 或叫做小歌物 半歌物 小歌物 什麼是半歌物呢 它的最主要特色就是 它不是一個大大的煙火而已 它是利用很多小的煙火 一起組合起來的這種組合型的煙火 那它在施放的時候呢 它會有稍微有點時間差 也因為這個時間差 就可以表現出更多 在一個煙火之內 沒辦法表現出來的這種特殊效果 嗯 那首先半歌物的一個經典例子呢 就叫做千輪 森林 這種千輪煙火呢 就是在花火放到天空上之後呢 它會從裡面飛出很多個小的煙火 然後這些小的煙火 在散步到它要去的位置以後呢 再一起的綻放出來 所以呢 它就會同時綻放出非常多不同的小花 像花束一樣綻放在天空上的感覺 嗯 這樣的煙火呢 很多人都會以為它就是一次打出很多發的煙火 但事實上不是 它是打出了一發煙火 然後在天空中爆炸 它爆炸的瞬間 是什麼都看不到的 因為那時候沒有火光 但是等到它到定點 然後利用時間它的關係 同時一起在不同的位置 綻放出來之後呢 就很像我們剛剛講到的那種菊花 或者是那種不同類型的煙火 它同時有很多小朵的一起綻放出來的感覺 所以呢 這種很豐富的色彩 和圓形的煙火不一樣的效果呢 就是這種半歌物非常具代表性的一種表現方式 嗯 所以像我們剛剛提到的菊這種煙火呢 如果它把它做成很多顆小顆的 再把它跟這種千輪的這種技法合作在一起之後呢 就會產生千輪菊 也就是說你可以一瞬間在天空中看到好多多小朵的菊花 嗯 那下一個半歌物的例子呢 叫做萬華鏡 它的設計方式就是在一個煙火彈裡面 它會把很多火藥用核紙包起來 所以火藥跟火藥之間呢 是不會互相碰到的 但是這些分散的火藥呢 它會把它全部塞到同一個花火彈裡面 這樣的煙火呢又叫做霸方盛開星 那它最主要的樣子呢 就是在夜空中 綻放出中間有一圈光芒 有銅色性的花瓣 向外呈現放射狀的 這樣子的煙火的形狀 概念上來講呢 就很像在看萬華鏡一樣 也就是說你會看到很多顏色 然後它很對稱的 散發出去的這樣的效果 嗯 這種萬華鏡最一開始的設計理念呢 是想要設計出 像是聖誕紅那樣子的感覺的花 在夜空中綻放的效果 那在改良之後呢 這些煙火之人覺得 比起聖誕紅 它比較像在看萬華鏡的感覺 這麼燦爛 這麼多變的效果 所以呢 就把它叫做萬華鏡了 就是萬華筒的意思 嗯 那下一個要介紹的半歌物的例子呢 是椰子 椰子 椰子這種煙火 它是設計來讓煙火可以 像椰子的葉片一樣 往各個方向衍生出去 稍微明亮 然後比較長形的煙火 它在做煙火的時候呢 它會使用比一般煙火 還要更大顆的火藥 所以它就可以呈現出 它所綻放出來的光芒的尾端 是比較大 比較粗的感覺 整個花火的形狀呢 就類似椰子的葉子的感覺 所以呢 就被叫做椰子了 嗯 那我記得我們之前 在沖繩看煙火大會的時候 就有看到這個椰子 然後一整排的 橫向的 放出很多的樣子 其實雖然椰子這種煙火 通常顏色比較不會 那麼的明亮 可是其實它作為底層 就是說上面有很大型的煙火的時候 下面有椰子這種種類的 煙火呢 就會很像是葉子一樣 有非常棒的輔助效果 嗯 最後一個要介紹的煙火種類呢 叫做裂開物 裂開物最主要就是 煙火蛋的外皮呢 它會在夜空中 一下分成兩塊 分成兩塊之後呢 中間所塞的火藥 跟它所設計的那種 特殊的煙火 就會綻放出來 那煙火的量呢 比起一般的花火 聽說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呢它整個煙火的範圍 會稍微小一點 不過裡面所使用的花火種類呢 就會有更多的不同設計 所以呢 就會展現出非常特殊的效果 嗯 這種裂開物的一個很有名的例子呢 叫做 蜂 蜂是蜜蜂的蜂 蜂這種煙火的最大特征呢 就是它在綻放的時候 比起一般的煙火 它會以一個比較聚集的狀態 往四面爆方移動 這種比較特殊的煙火 嗯 那它在煙火蛋爆炸的時候呢 其實它是把火藥塞在紙座的長筒裡面 所以它在燃燒的時候 就會發出那種咻咻咻這樣的聲音 然後一邊發出聲音 一邊轉 然後一邊掉下來 那也因為它的煙火會像這樣子 不規則的移動 跟它在轉的時候 會聽到很像蜜蜂的聲音 所以就把它取名叫蜂這個名字了 那很多人聽到這邊可能就會想到說 這跟我們小時候過年的時候放在煙火裡面 其中一種會邊發出聲音一邊轉 然後會嚇到小朋友的那種煙火很像 那除此之外呢 它的概念也跟鹽水風泡的那種感覺是一樣 那因為它都叫風嘛 所以可能用這樣的方式去想像 只是一般來講 我們小時候玩的那種煙火 或者是煙水風泡 它都不會把它刻意打到天空上去 那你就想像 如果是鹽水風泡打到天空上去之後 產生出來的特殊效果 就是這種裂開物型的風的煙火 它在天空上會呈現出來的樣子 嗯 那下一個要介紹的裂開物呢 就是柳 柳這樣的煙火呢 就是從上空爆發之後 它整個煙火在燃燒的過程當中 就會像柳枝一樣垂下來 那整個火光呢 也會長長的延伸下來的這樣子的煙火 好像也有人會說很像瀑布 對 其實在有些花火大會裡面 它就是瀑布煙火這樣子的設計方式 嗯 那柳這種煙火呢 最一開始應該是單一個顏色 比如說橙色或者是黃色這樣子的煙火 是比較多的 但是最近呢 出現了一些彩色的柳狀煙火 或者是在邊往下流的時候 顏色還會一邊改變的煙火 所以說它的整個顏色效果 在空中是非常明顯的 那柳這樣的煙火 也會作為陪襯很常出現在煙火大會當中 尤其是它可能會一次綻放出好幾發 然後在整個他們編排的煙火的設計當中 當作一個串場的角色 豐富整場表演 嗯 所以就是連接上一個煙火跟下一個煙火中間的那個效果嗎 對啊 因為通常花火大會不會有冷場啦 所以說它就在過程當中 可能會有幾發 好像比較沒有那麼耀眼 可是呢它可以連發造成很多不同效果的 那像這個柳跟剛剛講的牡丹 都是比較屬於這種類型的煙火 嗯 介紹完這麼多種不同類型的花火啊 其實這些都是花火之人他們的心血結晶 那他們這麼努力做出來的各種不同的花火類型呢 就是要在花火大會之中大肆的綻放嘛 所以現在很多的花火大會呢 它除了是一個祭典就是之前講的 可能是有某種目的的慶祝以外呢 也很多花火大會呢 它本身就是這些花火業者他們的競技大會 嗯 那其中呢 在日本有三個花火大會呢 他們把它叫做三大花火大會 也就是三大花火的競技大會 分別是秋田縣的大區花火 還有磁城縣的土埔全國花火大會 還有新系縣的長崗祭花火大會 那這三個花火大會呢 就是花火之人的競技場 所以要在日本看到最新技術最絢利的花火的話呢 到這三個花火大會去欣賞就沒錯了 嗯 那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日本這三大花火大會 嗯 首先第一個呢 是在日本秋田縣大仙市的全國花火競技大會 大區的花火 這個大區花火的綻放地點呢 是在秋田大仙市的這個地方 所舉辦的花火大會 它的歷史呢 可以追溯到明治43年 也就是西元1910年那個時期 在大仙市呢 那個地方有一個叫做秋田州訪宮 這樣的一個神社 作為這個神社的祭典的餘性節目 所舉辦的花火大會 很久以前這個花火大會呢 叫做澳語六線煙火恭敬會 經過一百年之後呢 才變成現在的大區的花火 全國花火競技大會 不過在這個大區呢 雖然最有名的是夏天的全國花火競技大會 但是據說各個季節都會有不同的主題的花火大會 所以呢 幾乎每一個季節都可以在這個地方想中到煙火 所以在大區這邊花火大概是最有名的一個風景之一了 嗯 秋田這邊的全國花火競技大會呢 每年都在八月左右會舉辦 還有分成日間部的花火跟夜間部的花火 日間部的花火呢 就是有五號彈的這種五發 跟夜間花火的十號彈的兩發 參加了所有的二十八個花火業者呢 他會利用這樣的一個花火進行比賽 然後來決定誰才是日本第一的花火師 嗯 可以看到白天煙火的這種表演呢 就只有大區的煙火這個地方才有的 所以呢 全國各地的花火師呢都會往這個地方去聚集 然後想盡辦法在這個地方展露頭角 所以呢對於觀眾來講呢是非常有魅力的一場花火大會 嗯 因為你看到的一定都是技術很高的煙火 對啊他不能給自己的公司丟人嘛 所以呢他們就會把最努力的那一面展現出來了 那二十二三的全國花火競技大會的大區的花火呢 在八月份已經結束了啦 如果想要看到這個花火大會 可能就只能期待明年了 但是因為每年都有很多人會去看這個花火大會 所以如果對於這個花火大會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提早準備明年的夏天到日本的秋田縣大仙市 這邊去欣賞全國花火競技大會 嗯 那下一個要介紹的花火大會是 位於新系縣長崗市的長崗祭典大花火大會 這個長崗市的花火大會呢 它是在日本最長的河川 也就是信隆川它的河川兩岸所舉辦的 作為日本三大花火大會 它當然也是一個規模非常大的花火大會啦 歷史呢可以追溯到明治十二年 也就是1879年 那時候呢在長崗有一個千手丁八番羊 這樣一個神秘的祭典當中 由當地的業者共同出資 然後當時就施放了350發的煙火的一個祭典 那因為它的規模非常大的關係 後來就變成在全日本各地都很有名氣 雖然一度在太平洋戰爭的時候有終止過 長崗這個地方在日本的歷史上 有一個蠻有名的在燒合20年 就是1945年的8月1號那一天呢 有發生了長崗空襲 那時候的傷亡非常的慘重 長崗這個地方呢 有在隔年去舉辦了一個叫長崗復興祭 這樣子的一個祭典 去吊念在這個空襲當中過世的人們 在這個長崗復興祭的隔年 也就是昭和22年 西元1947年的時候呢 他們就重新舉辦了這個花火大會 之後呢就把這個花火大會 跟這個復興祭呢 合稱叫做長崗祭 嗯 那施放的煙火呢 有很多非常厲害的煙火 像是我們剛有提到說 一公尺的玉叫做十號玉嘛 在這個祭典裡面呢 它會釋放出正三尺玉 也就是將近100公分大的煙火蛋 這個煙火蛋就有100公分 所以它爆出來的大小呢 會有650公尺這麼大的一個超大型煙火 然後剛剛有提到說 一顆直徑有30公分的這種 齒玉煙火呢 它會做100連發 整個開花的幅度呢 據說有到兩公里這麼遠 就是整個兩公里都是滿滿的煙火 哇那很壯觀耶 對啊 難怪可以吸引這麼多人去看 因為這麼大型的煙火 應該站在很多很多的地方 都可以看得到 嗯 這個長崗祭大花火大會呢 通常也是在每年的8月舉辦 大概是在8月初左右 它會劃分一個區域 是屬於他們的觀覽會場 這個會場內呢 所有的座位都是需要門票的 所以說如果想去看這個花火大會呢 要提早去購買這個門票才可以入場 既然有計劃要去看這個花火大會呢 還是會建議去買票入場 然後在最佳的觀賞角度 觀賞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這是一個非常盛大的花火大會啦 所以說如果真的想看的話呢 真的要到它的官網去好好確認一下 它的施放時間或購票的情報 不然的話 可能入場都有困難喔 因為它真的是非常有人氣的花火大會 嗯 最後跟大家介紹的 日本三大花火大會呢 是位於磁城縣土浦市的 土浦全國花火競技大會 土浦全國花火競技大會 土浦縣的花火競技大會呢 它都把競技兩個字放進去了 所以它又是一個日本的花火師 用來爭奪日本第一的其中一個花火大會了 它最有名的 就是在宿舍連發上面的一個設計 所以日本各個地方的花火師呢 他們都會利用這個機會 來展現出自己在宿舍連發 也就是連發型的花火這種設計跟技術 當然除了連發型的花火以外呢 他們也會組合很多不同類型的花火 呈現出一種 不管是絢爛度還是魄力 都非常的盛大的一場花火大會 這個大會呢 它根據花火的種類有分成 剛剛提到的宿舍連發類型的 還有食號彈類型的 還有創作花火的類型的 三個不同種類的比賽 這個土浦全國花火經濟大會呢 它是在大正14年 也就是西元1925年那個時候開始的 在關中大增災之後 日本普遍的經濟狀況都很不好嘛 那為了能夠達到這些 振興經濟的效果呢 在土浦市那邊有一個叫神龍寺 他的第24代住持 就用他自己的私人財產 在霞之浦的湖畔 去舉辦了土浦全國花火經濟大會 嗯 那有別於另外兩個花火大會 土浦這邊的花火大會 通常會在11月左右舉辦 嗯 所以今年還在這期 對 而且他有有料觀賞席 就是付費入場的位置 相關的資訊呢 也可以去查一下 土浦全國花火經濟大會 就可以看得到 他購買的方式 跟開始賣票的時間 嗯 那因為他在這個花火的設計上面呢 有很多不同的用心在裡面 所以呢 他能夠達到的效果 跟其他的花火大會都不一樣 如果對於這個花火大會的 這種競技型的比賽 就是說想看到他們最新的花火 最新的種類 最新的技術的話呢 也都非常建議大家可以去這種 大型的競技花火型的 花火大會看看喔 嗯 但是在日本呢 其實很多人有聽過的花火大會 都不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三個三大花火大會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像是日本歷史最長久的 花火大會的這個 玉田川花火大會 或者是非常的有名的 洞野湖花火大會等等的 這些花火大會 它都是屬於 不是競技類別的 它可能是當地舉辦 或者是規模特別盛大 或是在一些非常有名的風景 民生地區 舉行的一些花火大會 所以說呢 這種類型的花火大會呢 就跟我們今天介紹的 這種競技類別的花火大會 比較不一樣 那這個部分呢 以後有機會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這些花火大會的一些特徵啊 或是它開辦的時候 的一些特殊的內容 或者是它的原由 嗯 最後呢 如果說真的有要去看 這些競技煙火大會的話呢 我想大家應該會很想 把它拍下來 不過大家不知道 會不會有跟我一樣的困擾 就是每次在拍煙火的時候 都不知道該怎麼拍 才可以拍得很好 有時候抓不到那個最美的瞬間 如果說是要錄影的時候呢 有時候也不見得可以錄得出 現場看的那種效果 那有沒有什麼 在看煙火的時候 拍攝上面的特殊技巧呢 首先選擇場所是很重要的 因為在放煙火的時候呢 其實火是會產生煙的嘛 如果說沒有考慮到風向的話 你在拍出來的照片呢 可能就會因為煙的關係 所以就變得不清楚了 那事實上我們眼睛在看花火的時候 我們比較不會像相機一樣 會拍到那麼嚴重的焰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些煙霧呢 都會反射這些花火的光 所以如果你沒有考慮到風向的話 你拍出來的花火 如果是被煙阻擋的話 你就會看到白白的一片 這個花火呈現出來的效果 就沒有那麼好 除了會被花火的這些煙霧影響以外呢 事實上燃燒完的花火呢 也是會掉下會燒進的余灰 或者是屑屑的 所以說如果想要安全的拍攝 漂亮的照片的話呢 最好可以選擇避開下風處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比較容易 可以拍得到漂亮的煙火 那什麼樣的距離比較好呢 距離發射地點 大概四五百公尺遠的地方 是可以拍攝到最漂亮的煙火的距離 嗯 再來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在拍煙火的時候呢 事實上我們很容易會抓不準 這個按快門的時間點 所以一般來講呢 都會建議使用腳架 就是用腳架把相機架好之後呢 會比較容易準確的按下快門 那如果說我們坐的位置呢 是那種要付費的位置 或者是可能大家都是席地而坐的位置 或者人比較多的地方呢 你在這邊把腳架架起來 可能就會擋到別人的視線 會造成別人的困擾了 所以說如果選擇要使用腳架 來拍攝花火的話呢 最好還是選擇離會場 稍微遠一點的地方 這樣在拍照的時候呢 比較不用介意周邊的人 也比較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嗯 剛剛有提到說 在按快門的時間點 覺得比較困難嘛 會比較建議 你可以用線控的快門 或者是用現在的那種 藍牙遙控的快門 會比較不容易 在要拍照的時候 動到相機 然後影響到我們 拍出來的照片的效果 嗯 再來就是呢 我們在按快門的時候啊 從按下這個快門的按鈕 到實際上快門打開的時間呢 是會有一點點的時間差的 所以說會比較建議呢 在花火綻放之前就按快門 那如果你是想要拍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種 速射連發的花火的話呢 快門的時間 還有它的亮度就非常重要 因為連發的花火呢 它會造成照片 紀錄到的顏色呢 會整片都是亮亮的 因為它一直重複的發出光線嘛 那所以如果你的快門的時間 沒有調整好 或者是你的亮度本身呢 把它弄得太高的話呢 你就會直接拍到那一整片 都是糊糊的光線的感覺 所以說這個部分呢 在拍攝花火的時候 就要特別的注意 嗯 那還有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那種連發型的花火啊 通常會在整個花火大會的 比較厚半 因為他們通常會想要 利用這種炫烈的效果 來炒熱氣氛嘛 所以說像這樣子的時候 如果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可以利用一點點時間差 就會比較容易拍到 比較漂亮的照片 嗯 那今天關於花火 也就是煙火的介紹 大概就到這邊了 其實日本的花火大會 很多都是在夏季 所以有一些花火大會 已經結束了 但是秋天的時候 開始轉涼 也會有很多地方 舉行花火大會 那像台灣的 國慶炎火的話呢 就會在10月份的國慶日嘛 所以說如果之後呢 看花火的時候 也可以利用今天我們 聽到的這些資訊 或許可以幫助大家 更能享受 每一場的花火大會 嗯 今天最主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花火的一些歷史跟種類 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花火競技大會的資訊 之後如果有機會呢 再跟大家介紹 日本一些比較有名的 花火大會 還有我們自己曾經去看過的 一些花火大會的特色 嗯 今天的節目大概就到這邊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呢 也不要忘記按讚訂閱 或把我們的節目分享給 可能會喜歡這樣的節目的朋友 接下來會每週 定期上傳新的節目 希望大家如果有什麼 想要告訴我們的 或是想要聽到我們 介紹的內容的話呢 也歡迎利用節目的留言欄位 那裡有我們的email 可以跟我們做聯絡喔 嗯 嗯 那今天的主題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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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邊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們